字幕京 Sozialdemomnia 叶敏的终结一战 就是将叶敏真的来到香港 收到几个得意的弟子 怎样去推广 令春拳遇到什么困难 他和弟子的關係 拍完這部戲之後 對二敏師傅有更深的了解 更加佩服二敏師傅的偉人 去表揚二敏師傅的功夫之餘 他的武特更值得表揚 那是一代宗師 但沒有用自己的名字去開設那間武館 一個人去打天下 抽身在這部戲付出很大 他不單止動作打好 神態也好 動作戲固然有 但內心也很重要 他演技好 內臉也可以 擴大也可以 很少一個角色下來 差不多沒有了我自己 是我們所有泳春同盟建國 都覺得是最好的藥敏 因為說中年至老年的功夫高手 當日葉敏和白河派香港的白河派掌門 是真的有個爭執 後來變成好朋友 為何要找曾志偉去接白河派掌門 很多人都忘記了志偉和武武師出身 他跟師傅劉家良 跟了很多年 大家聞氣就包多了 講手講腳大家都沒試過 想不到出來的效果這麼好 有大這套終結一戰 就整個葉敏的生平一生 作為一個終結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篇